大家好,其實我也有一段長時間沒有做蛋糕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去買材料做蛋糕 好,終於買齊了所有材料 沒想過是這麼重的 因為我真的太久沒買過這些材料 其實有些觀眾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突然會做蛋糕呢? 因為我的好拍檔 Creamy快要生日了 所以我也想做一個蛋糕給他一個驚喜 和他慶祝生日 但因為他最近的工作實在太忙了 所以時間上一直都還沒配合 關鍵是取決於我的好拍檔 Creamy 有沒有空出來拍片 我才可以給他一個驚喜 如果他一直都沒空的話 這條片是完成不了的 不過無論如何都要做蛋糕做一個準備 萬一拍不成這條片的話 蛋糕免為其難 我自己吃掉吧 我唯有 在這裡說個好消息給大家聽 這條片終於可以繼續拍下去了 因為今天約到 Creamy可以出來拍片 這條片就是我做給 Creamy的生日蛋糕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味道是如何 因為這款蛋糕我是第一次做的 所以他這次是做了一個白老鼠 因為蛋糕盒實在太外眼了 客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是蛋糕 那我家唯一可以加入他的袋子 就只有這個白色膠袋 希望這樣看不穿他一個生日蛋糕 那其實今天就是借這個拍Q&A為理由 所以就約了 Creamy出來拍片 那其實本身這條片都是拍不成的 有機會 因為這幾天打風 因為原先我們本身是去觀塘海賓公園拍的這條片 但是因為天氣不穩定的關係 所以就借了 Creamy一個朋友的studio那裡去拍這條片 我有兩個擔心的 那第一就是我怕這個surprise是不成功的 因為始終都是第一次做這些surprise 真的很擔心會被人發現 那第二樣擔心就是因為室溫實在太大了 那很擔心蛋糕是會融的 都不知道到底這條片是否成功 其實Q&A的部分是一定成功的 那驚喜成不成功呢 大家看下去了 我都不知道我都很緊張 對 那因為這個膠袋真的實在太外眼了 真的我自己也接受不到 所以我就已經拆開了膠袋 然後把盒子放在這間房間的角落 最後因為我把蛋糕放在這裡 他應該會不會發現我 好了 沒有那麼多 好痛 不如我們在外面 我整堆東西都是 對 哈哈 整堆東西都是我 顧著 顧著真的嗎 顧著好像很 不是好像看不到我 是 好問題是這次 哈哈 問什麼? 你去哪裏問的 都經常都引述的 是嗎? 我的身材 誰問我呢 然後我們要多謝他 哈哈 我們又做一下最類牌的開場發 Hello 大家好我是Michael Hello我是Creamy 好啦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觀眾 對於我們這個左動是非常之神秘的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怎麼說我們之間的東西 對嗎? 好啦所以今天就為大家去謀到福利欄 就拍這一條的Q&A 是啊 終於可以拍一條 你的大結給你 我們立即來第一條 好 好第一條就是問這個 我們兩個是怎樣形成的 兩個嗎? 我們兩個是在香港潑水節成的 本性合作其實是兩年前潑水節的 你第一年參加潑水節的時候是做跳舞的 所以我和你那時候是有見過 但是就沒有一個很緊密的合作的關係 到了第二年開始 我和Creamy就開始有潑水節有電台的節目 拍很多的試成片 所以我們就合作了一段長的時間 對啦 點頭節目那個時候每個星期都見到 最終是十三個星期 對啦 十三個星期除了點頭之外 我們還要再拍片 對啦 還有潑水節當日 對啦 還有巴士巡遊 再試吃 對啦 所以就和合了我們 幾個組合出來 這個組合 對啦 讓我們看看 星座 我們的星座 對啦 不問直接運生日日期 這麼厲害 這條問題 好啦 我是4月生日的 我是金牛座 對啦 你這條影片什麼時候出現 沒有關係的 你也可以照樣回答 因為為什麼呢 我想說 還有幾天就是我生日啦 8月19日 你生日也不會影響了你的星座 不呀 那我就要告訴大家 就是你們看片的 今天就是我生日 8月19日是獅子座 獅子座 對啦 接下來這條問題 亦都是很多觀眾問的 我已經回答過無數次 什麼問題呢 我們是不是情侶關係 會不會結婚 會不會生孩子 哇 已經問到生孩子那麼小 已經到生孩子這個地步了 不得了 有女士回答是好一點的 有男士回答不是那麼好 可能我們不是情侶的 我們也是單身的 還要哭 所以打我兩個答案 是不需要回答的 對啦 就是這樣 哈哈哈 Creamy的正職是怎樣 正職是做理財沙漫的 還有我也有做其他 主持有私人的活動 所以有些時候拍片的話 你會看到 除了一些比較輕便的妝 有時候會看到 好像在斯文 就是看到我收工 對啦 所以今天我也要配合 這個OL的Low 我也要穿得斯文一點 我穿得太細就很怪 OK 問我有沒有考慮做這個全職的YouTuber 我想大部分拍得YouTube的朋友 其實很多都想朝向這方面去做一個全職 其實我已經覺得你是在全職的 大內河在香港的市場 因為要生活 因為不可以單靠YouTube的分行 生活不到在香港 其實我當然也會有這個考慮的大內河 我還未夠紅 我收入不夠多 所以我突然要去辦公 為什麼你不開自己的YouTube鏡頭 我懶得 其實我想說 我是有的 不如我呢 咦 你有的嗎 我有的 咦 為什麼我沒有follow 應該要立刻follow 是不是 等我今晚找完之後 立刻放回這裡 大家立刻去follow她的頻道 不過是沒有影片的 沒錯 是有一條 貴貞不貴多 是啊 一條那麼多 還有有一段故事 其實我剛才問我怎樣認識的時候 我也想分享這件事 那我怎樣開始 第一次去拍到自己的影片 我想是2014年了 4年了 哇 是不是跟我差不多 比我早 那我這樣說 就是那次我跟朋友去聊天 那我就很想去拍下自己和我去玩 那我第一次見MaiMai的人 就是在潑水節 那我就看 那麼熟口面 為什麼呢 那我就記得了 那麼巧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陣子 他有段台灣的影片 那譬如我按了他自己的影片 看下面有些你可能也會喜歡的影片 那第一個就是他 像阿頸在台灣 我看到一個人 噢 這麼熟口面 只在我的影片下面出現 然後 噢 原來就是你 那我就是那次潑水節 記得他 所以原來我們是Youtube結緣的 首先多謝Youtube 所以我有這個Youtube頻道 不過我是從來都沒有跟隨過的 加上有個很好的剪片有力的 不是 不是 剪片努力了 拍片努力了 學習中學習中 所以我就可以先拍一些時間 最主要都是男 對 還有Kweenie本身她的工作是非常忙的 因為她很勤力 她是日做夜做的 對 所以如果我再剪片 我應該就是沒事 已經不用睡覺了 真的 說到不用睡覺 不如我們先挑一條問題 好 這條就是問一下Kweenie 有些什麼護褲心得 不用睡覺也總是保持得這麼女神 這麼鮮氣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護褲心得的 暗表示就是 我天生荔質 皮膚是不好的 我這也很難的 不過我都會 其實可能我 我打算在她家穿褲子 而且因為我妹妹還沒有用的 對 所以很多時候我真的用一些產品 其他東西都是用我妹妹去介紹給我 或者我身邊都很喜歡她介紹給我 所以如果想知道褲子心得的話 可以介紹我妹妹的 哈哈哈 她也有做開過顧名高化妝的學校的 青學學老師回來教大家 合飄了嗎 大家想知道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下次會跟著她的學生 這個就是直入職廣告 為什麼會有MC 成大了這個組合 在我的角度 覺得既然大家都長期有一個合作 我也覺得 如果她在我的影片出現 我也不知道她怎樣去介紹 或者是怎樣 所以不如我們 就做一個組合的形式出現 其實改名字也有點猶豫 其實改這個名字真的有點傻 我們當時改這個名字 我記得好像在10分鐘內 在WhatsApp那裡介紹過這件事 青獅食大了這個組合 開頭的時候 都是以飲飲食食為主的 但其實我發覺 如果單是飲飲食食 就太規限了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之間 這個組合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即是可以去玩 四周遊去玩 或者拍一些男女之間的關係 都是可以的 雖然還沒想到題材 但是會有這個方向 即是不是單止 只是飲飲食食 如果大家有什麼題材 想我們拍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MC食大了 跟米芝蓮有什麼分別 你看多大分別 名字已經不同了 MC食大了 就是要有C的存在 所以MC食大了 所以才是一個MC食大了 就是只剩下我一個 其實MC食大了 主要 如果你說單常吃的那方面 大部分應該是去一些 餐廳、小店去吃 如果你說米芝蓮 通常我 因為我有時拍片 有時太即興 有年有限的話 就唯有我自己拍 因為我有時會拍一些 真是很不精華的海上 例如杯麵、朱古力、辣麵 但這些很即時性的話 就是我自己拍的 因為有時我拍片 也是很即興的 而且是凌晨的時候做的 這件事 所以 她明明是沒有空給我 所以就是我自己做 對 而且MC食大了 有什麼好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跟她 在食的方面 其實也挺不同的 例如我也喜歡吃辣的 但她不吃辣 她喜歡吃牛 現在吃牛 但我不吃牛 所以有時我們都會 同樣食物 在我們兩個角度 即是大家看影片之餘 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角度 你怎樣去 保持這麼好的身體 其實這條問題是我的 多謝你 誰問這個問題 我好開心 當然是因為 衣服遮住了 你看不到 我喜歡游泳 我喜歡跑步 有一點雜誌 還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做的 你應該很忙 還有時間去 但我也覺得運動是需要的 即使多忙都好 都要做運動 而且又是那些 減肥的食物都更加多 但如果要減肥的話 要吃多點東西 才要減肥 真的 真的很羨慕 對 真的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拍片時 我們要做角度 你看很多時候 都會想 不可以站前一點 噢 就是這樣 這個是角度的問題 這個也是我的原因 但是我是用什麼 用什麼機器去拍片 其實我主要是用兩部機 一部就是白白 另一部就是Candon M6 為什麼我會用兩部 其實對我來說 我拍片其實很貪心 應該Creamy會知道 因為 不知道 首先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懶 因為我不喜歡換鏡 所以其實我兩支都是Candon鏡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主要M6這一部是Y鏡 所以永遠都是用來拍子拍 YD 還有拍一些Y照 另外白白一點 因為鏡頭是霜度可以極遠的 所以可以拍到很多的Close 所以其實我永遠拍片 是很餓的 就是有貪心 人也要貪心 可能背著白白一點 然後這裡有霜門 然後這裡有這樣 這件事是很忙碌的 不過是很辛苦 因為我每次背著兩部機 都拿紅 是嗎 是嗎 我主要都是懶 如果只戴兩支鏡 然後一部機 就已經解決問題 打換鏡 又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有時要拍片 有時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這樣想 有時要捕捉那一刻 就是那一刻 過了下一秒就不是那樣東西 最後一件事 不知道為何這個觀眾是很奇怪 就是想我們做一個木眼的 類似挑戰 我有私下問過他 然後他說 其實純粹是給我玩的 只是木眼後 對方拿三樣東西去猜 現場的物品 現場的物品 那你就知道了 我準備了眼罩 所以現在是我先猜嗎 對,你先猜 好,你先猜 好,跟著我 馬上來 馬上來 這個是嗎 好,這裡有幾隻手指 五隻 沒有 三隻 這些又不是的物品 對,我玩這個 為何會想到無眼的東西 我們第一樣就是猜這個 面具 這是甚麼面具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甚麼 心情 那些,不知道劇的那些 是甚麼 那些 我們說不定 太便宜了 你是不是動手 動手半個小時 還在問人 還在問人 對 是嗎 因為這個 我找不到的 就是完了嗎 就完了 好,你開眼罩 謝謝 你開眼罩 19歲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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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歲 你啊 謝謝 哇 謝謝 謝謝 對 好開心 其實呢 其實我要先解釋一下 這條影片的主要目的 是一樣的 真的嗎 謝謝 我們先點完蛋糕 好開心 謝謝 是不是要唱三十個 好 我三十個 好 我唱中文版 好 3 2 1 好 好 好,生日快樂 十九歲了 好了,又大一歲了 又老了一歲了 是我小一點的 這是什麼蛋糕? 餡料是熱情果醬 就是熱情果醬 是嗎? 怪不得了 這個味道很特別 但又不像普通的熱情果醬 謝謝,很開心 是不是很驚喜 很驚喜? 很開心 你知道我剛才拿著膠袋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 其實我剛才完全拿著 因為我這樣說 我全部都留意拿著 你看 很搭檔 不需要你,我拿著任何東西 你們全部都留意 真的嗎? 有,生日刀 哈哈哈哈哈哈 搞錯了 怎麼都要切一刀 切一刀 但就不會切到尾了 是嗎? 好,切一刀 耶 好耶 我數字不太好 十九歲了 十九歲 快轉 小心 剛才在錄下這個 對,我真的害怕你 你看 錄下了 錄下了 你真的錄下了 熱情果芝士 這個芝士很好吃 很香 很濃 如果冰硬一點就好一點 對,但我其實很喜歡這個質地 是嗎? 是啊 我加上這個啫喱 因為我不會太膩 嗯 好吃 因為呢 如果你拿著整個都是芝士的話 你會覺得我整個奶油會讓我留一點蛋 其實它本身的芝士是酸酸尾尾 因為熱情果 濃了 還有 啫喱剛剛中和了 酸度就不會太膩了 而且咬下去 然後有芒果 很好吃 那這次的偽Q&A的環節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不妨在下面給個讚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想問我們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 我們儲夠一定的問題數量就會繼續去拍 為大家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謝謝 好 那這條影片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去subscribe 這個Youtube帳戶 Follow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好吧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